欢迎大家收看本期阿呆说吃鸡,这期为大家带来的是吃鸡手游的相关内容。 刺激战场的下限,无疑是宣布一个免费时代的落幕,和平精英的上限,却是一个收费时代的降临。 不过刺激战场的数据是同步到和平精英中去,这样两个游戏之间就没有太大的差别。 说到新手游,玩家对此表示,游戏变得很陌生,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吃鸡游戏了,到底哪些地方有变化? 下面我带大家去了解一下。 游戏的画质变差。 虽然很多玩家都舍不得刺激战场,但是现实就这样,再难接受也要去接受。 进入和平精英的游戏里,玩家可以发现它跟刺激战场有点不一样,细看就能区分,给玩家一种游戏的画质变差错觉。 同一种画面设置,前者有点灰蒙蒙的感觉,后者是很清晰,比较鲜亮,不知道是不是游戏刚刚上线还没完善的问题。 根据玩家的反馈,和平精英的画面,没有刺激战场那么真实,道具和场景都改得很死板,玩起来有点不舒服。 被击效果变改,玩家难以辨别敌人的方位。 玩家可以不用根据地图提示来辨别敌人的方位,在被击中时,角色会直接反馈敌人的方位。 在刺激战场中,玩家一旦被敌人击中,就会出现红色的标记,并且角色会出现抖动的表现,很容易就可以辨别攻击自己的敌人。 现在的和平精英中,玩家被敌人攻击的时候,原本的红色标记变成了绿色标记,角色没有明显的抖动,因此有时被攻击,玩家难以辨别敌人的方位。 辅助瞄准更强,操作变难了。 辅助瞄准对于新手来说,是一个很好的设定,它能帮助玩家更好的瞄准敌人,提升精准度。 刺激战场原来的辅助,瞄准给玩家的感觉可能不会很明显,玩家察觉不到其效果。 到了和平精英中发现,辅助瞄准已经改得跟自己不认识一样,不过其使用起来很有效,效果非常明显,玩家可以很好的预探枪口的抬升,根据抬升幅度进行压枪。 虽然辅助瞄准增强,但是玩家在实战的过程中发现操作变难了,没有以前那么的灵活,总是感觉有点卡卡的现象,或者是转不过来。 玩家收集买背包不起眼的道具,游戏结束获取九个字提醒。 和平精英在刺激战场原有道具的基础上,增加了信号电池这一个新道具。 刚刚进入游戏的时候,玩家对这个不起眼的道具的用途完全不了解,随着游戏的时间增加,玩家慢慢就对它有一定的了解,并获知其实在非安全区才能使用, 能抵抗电轩的伤害。 有些精英的玩家注意这一点后,他们收集大量的信号电池和医疗用品,直接不走动,就算电轩来了也不走,直接扛下电轩的伤害。 等到决赛圈时候,剩下的敌人一直都找不到这一名玩家,直至他们都被电网攻击淘汰出局才发现这名玩家的位置。 与此同时,这名玩家在游戏结束获取九个字提醒,那就是冠军,立即结算58S。 真的有这么神奇。 阿呆随后去游戏中试试看,大家等我的结果哦。 谢谢大家的阅读,祝大家游戏愉快。 杀文贵 阅